国立癌症中心的新大楼今天正式开幕 耗资8亿2000万元建造的新大楼面积是旧楼的5倍 这个一站式中心可以服务更多的病患 并提升本地的癌症护理和研究等工作 来看记者陈沁林的报道 副总理黄寻才为新大楼主持开幕时说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患癌率增加 预防和尽早发现与治疗成了关键 楼刚24层的新大楼共有64个门诊室 和超过100张化疗瘾比就只多出一倍 诊断和手术空间也是之前的三倍 可同时为更多病患进行手术与治疗 新大楼还能让不同学科的医生 药剂师和护士在同一个屋檐下 为病人看诊和提供护理 新大楼一向来都是为我们本地的癌症病人提供一站式的综合癌症护理 那么相比于旧大楼 我们新大楼将带了值和量的总体提升 我们也会提供一些新的先进的技术 来让我们更全面地照顾处于不同癌症阶层的病人 门诊化疗市则启用五个运送化疗药物的机器人 可让护士腾出更多时间 为病人提供更优质的个性化护理 新大楼的研究空间占地一万平方米 是旧大楼的超过两倍 那么中心就致力于推动更高端的科研工作 并培养更多海内外的专业人才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庆林报道